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因为你让她没有办法忘记何悠然 也是你又一次地把她赶出去的呀 我做错什么了 我做错什么了 你不清楚吗 李渊虽然人回来了 可是她心里根本就没有忘记何悠然 你感觉不到吗 要不是因为我不想活了 要不是因为她根本就放心不下你 她会回来吗 她能回来吗 爸爸 你清楚得很 她满脑的都是何悠然 我做什么都无急于事 你看她现在还像人吗 她就是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我看她现在这个样子 我还不如不让她回 你这不是清楚得很吗 既然心里明白 那就多给凌云一点时间 时间 我要给她多久时间 五年还是十年 我有几个五年十年呢 爸爸 有一个何悠然 两个三个 甚至更多 我拿什么留住她 我有什么留住她呀 难道你是不是还让我再死一次 胡说 爸爸我告诉你吧 就算我再死一次 也未必有用了 来 睡觉了啊 来 我不困 真的 噓 这是丈母娘吩咐的 要按时睡觉 这个呢 是注意事项 总共呢 是二十五条 你是真的高兴吗 我不是高兴 我是太高兴了 牛然 我本以为 我这辈子再没有机会 做一个父亲 再没有机会 听到自己的孩子 叫我一声爸爸 可是 这些从来不敢想 也不会发生的事情 突然之间 她就出现了 牛然 你不但让我再活了一次 还让我的生命 有了延续 这一切 都是因为有了你 不准哭啊 这也是注意事项之一 我要是没做到的话 是会被修理的 董事长 早餐好了 哦 好嘞 现在回来了 爸 你回来得真早啊 安利刚去躺下 你要是早点回来啊 你们就遇上了 来 一块吃吧 昨天去看何小姐去了 哦 她看好吧 很好 来 坐 好啊 看过以后就放心了吧 这两天啊 安利的情绪不太稳定 我知道 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 看在我的份上 就多包含吧 爸 是我不好 老是让安利不舒服 我很抱歉 不需要老说抱歉 都是一家人 不要老说这些 来 吃啊 多吃一点 一会儿我和你到公司去一下 好久都没有去公司了 他们都还好吧 公司都好 爸 有什么事说吗 爸 我要正式结束 我和安利的婚姻关系 不是说不说这个吗 怎么又来了 请你原谅 我必须这么做 必须 你是不是怕安利在脖子上 再来一刀 连累了你啊 当然不是 爸爸 你要是不愿意住在家里 我现在也不勉强你 爸 优然他怀孕了 已经四个多月了 我希望能让孩子 明正言顺的出生 可是他答应了 不再和你纠缠 你也答应和他分手的呀 是 我们确实这么做了 优然他明知道自己怀了孕 他还是答应你 他甚至想 一个人抚养孩子 既然答应了 为什么要反悔 因为 我不知道他有了孩子 那现在知道你有怎么样 知道你有怎么样 爸 那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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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是啊 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 没有孩子了 爸 对不起 爸 又人怀孕 是个意外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爸 我已经很早不去想 养儿育女这回事了 但是 他突然来了 爸 优然有家人 有朋友 有社交往来 我不能把他藏起来 不让他见人 不管我承诺过什么 为了这个孩子 我什么都愿意承担 就是让我下地狱 我也会去 请你原谅我 是我对不起安丽 你也是个爸爸 你一定能了解 我现在的心情 请你成全我 现在看来 是没有办法再挽回了 好 我成全你 不过不是今天 也不是这两天 你总得给 安丽一个喘气的时间吧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那位何小姐 打着肚子结婚就是了 不过你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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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认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恭喜你 你有孩子 终于有人叫你爸爸了 恭喜你 不是你逼我了 是我自己在逼我自己 你与你放心 就算是我到隐藏地府里 我也不会见着你 是我的命迫 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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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你是我的孩子 爸 你也是个爸爸 你一定能了解我现在的心情 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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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把公司卖掉啊 只要你好好的 老爸什么都可以不要 爸爸 他给你一辈子的心血啊 不不不 你才是老爸一辈子的心血 是我唯一的希望 对啊 以后啊 你就陪老爸 到各地去走走 眼界开了 心胸也就开了 烦恼的事情也就少了 孩子 听见了没有 安丽雅 爸爸 安丽 安丽雅 真的 老先生真的答应了 是 爸爸同意了 来 坐 我现在马上要做的 就是在短时间之内 把一切属于江家的东西 全部归还 一个星期 是仓促了点 要办的事情还真不少 你相信我 我会尽力的 我不急 为什么 妈妈虽然说 只给你一个礼拜 但我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优然 你太太亲口答应你了吗 那就不要再勉强她 一切顺其自然吧 她看起来那么强悍 那么骄傲 那么坚持 她不会就这样让你离开的 这回 我是不会让步了 那如果 她又再伤害自己呢 我答应老先生离开你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 独自抚养孩子的准备 那种情况我都能接受 现在 只是名分而已 晚一点也没关系 重要的是 不要再有不幸发生了 可是你妈妈那呢 凌云 只有尽快成全别人的姻缘 哪有现实拆散的呢 这个道理 我和妈妈都明白 妈妈只是为了保护我 才那么要求你 她心里 不见得过意地去 不会真的逼你的 别担心 我会和妈妈好好说的 反正啊 我肚子马上就要大起来了 也不能穿漂亮的婚纱 更不想当一个丑新娘 对不起 对不起 有点事情耽搁了 没关系 来来来 请坐 谢谢你 韦德 谢什么 所有的一切 我是帮悠然 为的是让她少受两天罪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谢谢你 你的细心 好像一直就不太好 答应的事情 很少如期完成的 你今天让我来 就是为了说几句谢谢 不不 这是我在立安 所有的股份 还有一些其他的转投资 都跟立安有关系 请你帮我办理过户 过户给安利 或者你给我一个建议 这是你的家事 我没有意见 我需要考虑的是 这些股票会不会让安利多交税而已 我听说李副总要升总经理 这要经过董事会的通过 下个月董事会召开 如果能够顺利通过 他就会是新任的总经理 那你呢 离婚了也还可以做董事长的 江董事长不是一直想退休吗 只有江家的人 才可能是立安的董事长 这么说啊 你都准备好了 这是最后一线 总不能再让人说我记性差吧 过户的事我会帮你处理的 告辞了 谢谢 林先生 我发觉你真的改变了许多 你今天所说的谢谢 比我从认识你开始 说过所有的加起来还要多 看来你开始懂得礼貌了 你来干什么 还没打过眼啊 是你老板叫我来的 少来 我们老板才不叫你呢 你是我们老板那个 你是说情敌吗 现在不是了 我现在是林云的会计师 你老板都能跟我和好 你又何必那么小气呢 那天是你先动手打我们老板的 对 所以你老板现在找我出气了 而我现在正准备为他去跑腿 失陪了 我们老板让你干什么呀 怎么你要打听你老板的私事吗 哪有啊我是替老板担心 就那个太太哪那么容易放过老板啊 江安丽不是已经同意离婚了吗 我跟你说啊 我当你自己人我再告诉你 你别说出去 我听小龙说呀 就是老板家那个伯母 他说太太又摸脖子了 当时啊是董事长给拦下来的 我跟你说啊 你千万别说出去 老板不知道呢 也不能让何小姐知道 你还听没付给你 我一经的见不懂 我两个人都没有 在你这事 没有好 您就没说出去 我一经的餐 number 就不适合她 是不是 那要你 也没听着呢 是 都不能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多年 她一直忍受着自己的感受 也难为她了 老婆 能把过去的事情都放下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没跟你说清楚 出车祸的那一天 医生叫凌云欠字给你做手术 可她说什么也不同意 她要保住这个孩子 这件事是爸爸做得住 医生 不可以手术 绝对不可以手术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病人的子宫已经破裂 大量流血 如果不做切除手术的话 病人的生命都会保不住啊 站在院方的立场 我们必须立刻进行手术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一定会有别的办法的 求你了 不要叫对安丽啊 爸爸 不要让他们这么做 前充子宫就等于宣布安丽 永远不能做母亲了 安丽一定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 我知道 这是手术同意书 请签字 弟 不 爸爸 不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啊 医生 可抵抬了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医生 医生 李雨 医生 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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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爸爸 想有意地瞞你 实在是你听不下 别人的解释 钟伯明 喝哑优 和你也有关系 不能全怪李 判昨样 事情已经这样了 找个时间 去和凌云 办离婚手续办了吧 谢谢你 韦德 很久以前 我就一直在想 你会因为我为你 所付出的感动不已 这种情景 我想了不止一百次 但没想到会是这样 林太太她还好吗 我很久没有见到她了 应该还好吧 否则她不会同意离婚的 她真的同意离婚了 我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但是林云在转让股票 安排公司的新人士 准备跟姜嘉一道两端 这是我所看到的 而且她这么做 姜组长也没有反对 不过 我听阿强说 姜安丽可能会用一些 稀奇不快的方法来对付你们 可能说得有点夸张吧 但还是应该注意点好 是啊 我也这样觉得 这件事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不知道 妈妈她能不能受得了 得知悠然怀孕的消息 我绝望了 一想到林云要和别的女人养儿育女 我再也无法忍受 我要阻止 下一秒就会把爱情慢慢打开 我们应该相遇 你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在后面签字 一支两份 你和林先生各支一份 你不看一下吗 不用 好 那么从现在开始 林先生就不再是 丽安公司的股东了 如果他再辞去总经理的职务 那他和丽安公司 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我想你也知道 没有了公司 你就更加没有理由留住林先生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这么说你答应离婚了 我有别的办法 这个公司 一直都是我和林云之间 解不开的结果 我总是认为 他因为公司才娶着我 他也在想 我拿公司来捆住他 我们之间一直都互相猜测 对方在想什么 不管想什么 都和这个公司脱不开关系 说明白一点 就是跟金钱脱不了关系 我不想让林云觉得 我用金钱来诱惑他 用名利和地位捆绑他 这些挡住了我们之间 挡住了我对他的真感情 可是林先生已经决定离婚了 是啊 他已经铁了心了要跟何悠然在一起 不过没关系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留住他 就算一时留不住 也不代表永远 我会一直等到他回心转意 我不着急 我会慢慢来的 那你想怎么做 以后你就知道了 怎么 你要把我的想法告诉何悠然吗 林云啊 你要再努力一点 妈妈上次拿来的菜 到现在都没有吃完 她明天又要拿新的菜过来 吃不完怎么办呢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你的孕妇装 你穿孕妇装特别的好看 过几天就要举行董事会了 等会议一通过 公司的改组就算完成了 我就可以完全退出公司了 我跟爸爸是有默契的 到那天公司的律师也会去 我们会办好所有的手续 这些时候你去看过他吗 没有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即便是见了面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只要爸爸没事就好 我来接 喂 我是 我来知道 你想 我来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我是娶了姜董事长的女儿 但是我没有败给姜家 我又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 你听懂了吗 你是为了我们家的钱 你都是吃软饭的 还记得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你大概都不记得了吧 我知道 有很多事情你已经不记得了 很多事情 还是不要记得的好 是吗 我的生活 我的婚姻 我所有的一切 都因为这个地方而从此改变了 如果那天我们没有争吵 离我发生那种事情 我们现在应该会好好地过日子 我们的孩子 也会安全出生 到现在 应该上学了吧 这是什么 利安的股票行情不错 你现在卖出很聪明 等股力结算以后 我会把它存进你的后头 详细的你也可以问韦德 我是要韦德过后给你 韦德是这样做的 我现在拥有的股份是最多的 我不是要卖 我是无条件转让给你 我为什么要介绍你的诡异 这是你的股份 我不是说你买不起 这些股份只是在我的名下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你不欠我们江家 我们江家也不想欠你 那爸爸 你卖出我买借 不要牵扯到爸爸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的事 关于离婚 安丽 你要干什么 凌云 你也看到了 这个地方危险吧 如果你再敢逼我的话 我就死给你看 安丽 安丽 你一定要钻这个牛角尖吗 我这么做都是被你逼的 爸爸说同意我们离婚 可是并不代表我同意了 我已经想明白了 你跟何又然 怎么样我可以不管 我已经忍受了 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跟我离婚 你要是逼我去离婚 就等于逼我去死 逼我和何又然一起去死 我知道 我死了你并不在乎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 何又然 还有你们的孩子 所有的人 良心上都会受到浅潜 一辈子都不会好受的 这鞋很臭热的 小荣 各个倒杯水 一出去就你身汗 爸爸 太太 手续都办好了 是啊 该办都办了 你看 离婚也不是件坏事吧 都放开了 心情也就开了 我并没有跟林云去办离婚手续 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爸爸 你说我生完个孩子怎么样 孩子 对啊 他们都不在乎 background 你们都不在乎 想怎么办 你 我不想不在乎 你 我 都不在乎 轻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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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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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总经理 董事长和大小姐来了 爸爸 秦月 收起来 爸爸 你坐 爸爸 你有事吗 有 坐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李云娜 下个月的董事会 要提前召开 你安排一下 董事会 同意我的人事安排了吗 董事会准备 把立安公司 卖给达通集团 为什么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提前 跟我商量一下 既然你已经决定 离开公司了 公司所有的事情 都与你无关 别的人我不清楚 达通 不见得 会留用所有的人 这对员工来说 未免太 有能力的人 自然有他的生存之道 就像你 走到哪里 都不愁没人赏识 那些平庸笨拙的人 只会成为公司的负担 安丽 我的意思是说 公司既然转让了 我们就要尊重 新公司的经营模式 至于达通要裁员 或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我们无权干涉 爸爸 我们不要影响 凌云上班了 我们走吧 也好 这件事情 就这么定了 不要再研究了 爸爸 李娜 那位何小姐 身体还好吗 敬人 我 我想 神本 继续 您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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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睡着了没有啊 我没事 还说没事 脸色那么难看 有没有不舒服啊 我说了我真的没事 这么晚了 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 老板 你还是赶快去公司看一眼吧 王经理在公司喝醉了 大吵大闹的 他还说要是看不到你 他就不肯走 何小姐 老王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么做 能改变什么呢 总经理 人呢 都走了 只剩下王经理不肯回去 李副总刚才赶来了 为什么是我 我为你 干了一辈子了 我为说 我先不当 老婆 我会只有你一个人 你没有 你好 我不会相信你们了 全是骗人的 我好 还是人的 不要这样 送你回家好不好 人的 文兄 你怎么 你怎么 我来处理你了 怎么合成这样 你起来 你有话好 我给你敬你老板说啊 什么老板 我已经没老板了 为什么是我 总经理 你让老板来的 你还要怎么样 我要完蛋了 总经理 我要滚蛋了 老王 总经理 我求求你 不要卖掉公司 他从那边 已经放话过来了 第一个要滚蛋的 就是我 还有李副总 还有财务科的陈 一大半的人都要滚蛋了 等警醒以后再说吧 不要这么难看 来 送俩回去 来来来 来来 王经理 你要拉我 我不走 王经理 总经理 他们都是跟着你的 你让他们到哪里去啊 王经理 咱们先休息 他们都是老婆孩子啊 休息 让他们到哪里啊 老板说 总经理 总经理呀 老板呀 总经理 老板 总经理呀 优人 你怎么睡沙发呢 我在等你啊 也不能睡那儿啊 快回房去睡吧 林云啊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没什么 我帮你煮了点粥 你去吃点吧 优人 你是越来越能干了 居然会煮粥了 你也一块吃点吧 我不饿 我看你吃吧 这是你最爱吃的 当心烫 嗯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对不对 你上次说 什么董事 开会的事 一直没有结束 你也没有离开公司 优人 我不是不走 我不是指我们的事 我只是担心你 我现在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 要举办婚礼 也来不及了 虽然妈妈 一直在催我 可是我还是知道 来不及了 优人 我对不起你 如果说我不在乎 那是骗人的 可是我更在乎你 爸爸决定 把黎安 卖给达通集团 达通买去以后 会裁掉很多人 那些员工的 跟了我们好多年呢 老先生 可不可能改变主意呢 我真的想不通 公司 就是江家的招牌 他这么做 对他能有什么好处呢 他对那些员工 也不是没有感情的 他怎么会看着那些人 走投无路呢 你想不通是不是 我想不通 我想应该跟爸爸 再好好谈谈 那你就去呀 我知道你一直在掩饰 不想让我知道 怕我会担心 可是你每天心情不好 睡不好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林云啊 你去吧 也许你能说服老先生 就算老先生还是坚持 至少你尽力了 以后就不会后悔 不会有遗憾了 爸 你真的和达通 都谈好了吗 怎么 他们找你谈了 不是 爸 你不再考虑考虑 只要他们肯出得起钱 我就转卖 至于他们 懂不懂服装 甚至将来 怎么经营管理 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可是爸爸 如果非要转卖公司的话 那起码得找一个 懂得丽安的 丽安可是 服装业的第一品牌啊 林云娜 如果你舍不得 可以去达通工作 据我了解 达通很希望你留下 而且考虑给你入股 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些员工 不卖给达通也可以 你和安丽说去吧 这件事情 我都叫他来处理了 幸亏有点事情 让他做着 不会胡思乱想 安丽也很苦啊 如果他言语上 有什么使你不舒服的地方 别和他计较 就由着他去吧 请问老先生 需要你喝点什么 我要一杯橙汁 你呢 咖啡 爸 我认识几个 对服装业 有认识的财团 是不是可以考虑 其他的财团 如果你真问我的想法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希望你继续